腰椎管狭窄试试这三个动作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萨奖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您知道吗 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呢 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间歇性脖形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 那患者是出现走一段路呢 就会出现这个小腿肚子发胀 发酸发成麻木 疼痛等一系列的症状 那停下来坐一会儿呢 或者蹲一会儿呢 这个症状呢就会消失 还可以继续行走 但是骑车啊 或者是弯腰退购物车的时候呢 不受影响 这个就是腰椎管狭窄 非常有特点的表现 这个疾病呢 的病程呢 是比较长的 发展缓慢 生活质量呢 很受影响 那平时我们 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 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推荐给大家 几个比较舒缓的动作 躺在床上就能完成 既方便呢 又容易坚持 那第一个呢 是去腿抱膝 先右腿 再左腿 每一边呢 坚持30秒 那第二个呢 动作呢 就是婴儿时的睡姿 我们跪在床上 同步呢 坐在后脚跟上 接下来呢 双手想前勾 在坐的时候呢 注意屁股呢 要紧挨着后脚跟 让我们的腰背呢 攻成一个小供桥的形状 那这样呢 增加我们腰椎管的 容积的同时呢 又可以牵拉背部的肌肉 坚持30秒到1分钟 那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把双腿 卷起来 然后向一侧旋 坚持30秒 如果做不到呢 就先坚持10秒 后面的逐渐增加 然后我们再向对侧呢 做旋转 坚持每天呢 早晚各一次 每次呢 做两组